好当大家还在享受春节的欢乐气氛 吉安乡的清洁队 所有的队员们年初四一早就在部队来整装待发 准备开工投入全乡的垃圾清运 吉安乡长游淑珍也炙上开工的红包 并且也提醒丁宁注意工作上的安全 而麦当劳董事长杨振道亢利 特别专程送上热腾腾的元气早餐 感谢清洁队员们的辛劳 当大家还在过年的时候 休息只有三天的吉安乡清洁队伙伴们 初四一大早在队部整装待发 要开工投入全乡的垃圾清运工作 乡长游淑珍特别前往为队员们交打气 也制证开工红包 慈惠总堂也制证母娘家持的金龙年纪念币 带给队员们平安满满的祝福 而麦当劳花联店董事长杨振道亢利 每年也会专程送上热腾腾的元气早餐 让队员们补充能量 工作很繁重 垃圾量也会很大 但是大家自身的安全也要防护 在整个清洁量能 我相信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乡亲的肯定 尤其是这几天走春 香港没有休息去到了东庙宇 去到了社区 大家都认同 吉安乡公所清洁对大家服务的态度又好 亲切度又够 而且看到老大人会亲自的来帮忙协助垃圾的取拿 谢谢麦当劳送来爱心满满的元气早餐 连续五年来没有间断 我们相信在年结期间 大家的家户的垃圾量会带来吉安乡 一个非常大的工作的一个准备的考验 吉安乡亲一对表示 经过三天的休息 预估累计垃圾量会达到130吨以上 全乡的垃圾清运会在15号起恢复正常 也请乡亲可以配合落石垃圾减量及分类工作 如果等待太久也请多加包容 体谅清洁队员辛劳 接着米顺吉安乡报导